喔 夭壽喔 今天冷冷淨喔 今天有點冷雞雞喔 你們忌忌啦 怎麼樣 東東 你很健康喔 你走過健康步道去就不愛耶 我之前走這個健康步道 都會忌忌叫 我們今天再來試試看 其實也還好 就感覺身體有變健康了 踩了比較不會痛 啊 啊 啊 這個好堅 好,算了,大大,走了 走 今天很冷喔,我們的九老爺呢 睡到 剛才要起來而已 走 大大 走了 走 這種天氣呢,其實最適合睡覺 所以我們九老爺呢 下午帶他們去散步 久久一如 往常的,就是在店裡面 睡他懶覺 睡懶覺 大大多多呢,有稍微去跑一下 但是呢,感覺的出來 就是天氣冷呢 活動力真的會變得比較低 大家都一樣 連我也是 有點懶懶的 我今天很乖 我今天有穿外套 但是我忘記帶圍巾 呵呵 幹嘛啦,沒有沒有沒有要讓你玩 玩石頭 我今天故意把球跟石頭收起來 今天呢,既然標明了就是冷雞雞 大家都是要懶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陪多多運動 我們今天就是很懶散 很慵懶的走完這一條 這一圈 我們就回家 那聽說寒流喔 好像過幾天還是會來嘛 剛剛看新聞 好像周五周六呢 可以下探到七度 漂亮喔 感受一下新的一年的那個 冷氣團 那最近真的 在家裡面呢 開著暖氣喔 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我個人是還好啦 但是因為家裡面 老婆怕冷 貓怕冷 小孩應該也算怕冷吧 所以呢,就是暖氣要開著 還蠻舒服的 就是 尤其是 我很慶幸我自己喔 其實我不是像那種 大家呢 很多朋友應該是那種 上班打卡的朋友 有的時候呢 你要或者是早起要上課 那個 曾經經歷過那一段 真的是有一點噩夢啦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年輕的時候啊 就是以前在上課 再怎麼冷 你早上還是要去上學 還有再大的風雨呢 可能 除非颱風天 不然呢 基本上沒有停班停課 就是要去上班上課 那種 早上起床的掙扎 真的是 有點難受 那個沒辦法啦 這個就是為了生活嘛 學生就是為了要讀書嘛 台灣呢其實目前蠻棒的喔 因為我們的疫情控制的算還不錯 所以我們學校還是 不是像老外喔 國外喔 他們可能是 在像英國好了 英國變種病毒 然後封城嘛 然後很多的學校呢 他們都是遠端的視訊上課 只有一些比較貧窮的家庭呢 要去學校上課而已 為什麼貧窮家庭要去學校上課 我的解讀應該是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那個啦 沒有 太多的 什麼 比較好的設備 可以做視訊 然後 不要啦 不要不要玩石頭啦 你都要給我揮 所以呢 其實仔細想想 然後我們現在還是要上班上課 某一個層面來講呢 也算是一個很正常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要不然你自己看國外 連看東京也是很嚴重 然後英國啦 國外呢 其實都還蠻嚴重的 喔 多多用跳的呢 去啊 我丟過去了 那邊 把石頭放上去 不要讓多多看到 讓他自己去盲目的尋找 很多地方都改視訊上課了啦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因為怎麼講 現在網路的資訊其實蠻發達的 就算你 學校上課當然是必然的喔 就是這種 目前的這種機制還是存在 那我個人喔 像我個人我自學的話 我都是會自己上網 比如像Youtube啊 或者是Google呢 去搜尋自己想學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資料都還蠻多的 所以 其實說真的 現在這種天氣冷雞雞啊 不想出門 如果你想有求學 求知欲望強 旺盛的朋友呢 上網學習就好了 我覺得上網學習其實蠻方便的 我自己呢 如果有空 我還是會常常會上網去 去上課啊 去找或者是去一些Youta啦 去什麼呢 去找一些線上可以上課的東西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做自習這樣 也不錯 就不用出門 在家裡面爽爽的坐著躺著 就可以一邊學東西 也不錯啦 哈哈哈哈 但是呢 其實我個人是很慶幸 因為 現在不用 不用像 很多朋友呢 要早起 早起呢 去 尤其是 你知道通車的朋友 騎車 尤其騎車 你塞車還好 開車還好 但是呢 騎車的朋友 以前我在台北 騎車 又濕又冷 然後有的時候 下雨要去找客戶 要去開會 要去幹嘛 那種真的是生不如死 哈哈哈哈 阿翔 快點 走快點 我們九老爺今天 非常非常的悠閒 尤其是這種 這種溫度呢 最適合他們的 平常呢 夏天都太熱 現在稍微 我們感覺冷 因為他們是毛海嘛 毛都長齊了 可以吃鴨肉飯的等級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種天氣對他們來講 舒服啦 哈哈 沒什麼對不對 哈哈哈哈 應該很多地方都蠻冷的啦 那其實像我們南部喔 其實真的是 我個人覺得阿 有某個時段呢 是跟台灣很多地方的朋友呢 是處於平行時空 因為我們這邊 其實太陽 之前都還蠻大的 然後都還蠻熱的 那就是相較中北部 很多的朋友呢 就會說 今天超冷啊 又下雨 很討厭 我們這邊就沒有 我們這邊呢 基本上 就陰陰的而已 像昨天之前呢 這個時段還都是大太陽 那溫度基本上都還算蠻高的 就很舒服 那騎車 當然騎車還是會冷啦 還是會加個外套 但是平常呢 在家裡面走來走去呢 也是穿著吊嘎 快點走 慢慢走 啊 昨天好像有人留言跟我講說 說我很壞說 叫他們慢慢走 然後為什麼又要說 快點快點這樣子 沒有啦 其實快點快點呢 是我的口頭慘啦 那他們也都習慣了 快點快點呢 其實主要也是想說 趕快 趕快呢 這邊不要停留太久 趕快走 我們趕快結束 趕快要回家這樣子 我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不是叫他們要趕快跑 除了叫多多以外 多多我會叫他跑步帶殺身 像舅舅呢 就讓他慢慢走 就是快點快點 就是說 你這邊不要停留太久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行程要走 比如說 這邊呢 這棵樹的行程結束 要往下一棵樹的行程 每天呢 其實帶他們散步 就有點像在帶團 來喔 就適合這樣很舒服慢慢走 之前常常大家看到後面遠方 有一個我們數學老師 就常常每次他都會 穿著短褲短袖在這邊運動 老人家可能怕冷 現在今天呢 也是穿著背心 長袖長褲在這邊慢慢走 很棒 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 尤其是很多退休的 退休的人士啊 我覺得呢 尤其是在鄉下 我發現我們預警 最近的建案越來越多 那當然 買的人並不全部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反而買的少 大部分很多都是一些外縣市的朋友 聽建商講 就有一些就是 買來這邊呢 就是退休用的 為什麼 我們這邊空氣好 然後步調慢 然後旁邊又有山 想到呢 就是去來公園走一走 去山上爬個山 其實呢 都還蠻有助於退休生活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很多的新建案呢 大部分買的都是一些在市區的 的一些要退休人士啊 我覺得退休這種東西呢 其實蠻棒的 之前我想要跟那個 我沒有用5G耶 我手機是5G 但是我沒有買5G 我手機還是4G 5G呢 目前我覺得我還用不大到 對 可能未來等普遍一點再用吧 現在目前呢 暫時沒有這個打算要更新5G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啊 因為家裡都有Wi-Fi啊 我平常出門4G對我來講夠用 那我平常也沒有在用手機看影片 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用電腦啊 或者是用電視看比較多 所以對我來講沒什麼差 而且手機也沒有在打遊戲 所以對5G的需求呢 我倒是還好 用不大到 那剛剛 我多多一直在 你看我們數學老師 長袖 長褲 背心 有沒有 酷娘 多多現在還在很認真的在找石頭 他有點不放棄 走了啦 走了啦 不要再看了 走 走走走走 哇這邊的路不是很好走耶 走吧 其實喔我之前有在想一件事情啦 就是很多人呢 都很羨慕有錢人 阿 有錢人呢 其實你自己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目前看到或我認識的很多的 就是事業有成的朋友呢 基本上都沒有 沒有太多的時間 就是有賺錢 但是沒時間花啦 那 你說真的 那算是真正的富有嘛 我不覺得 就是有錢人呢 其實通常都缺了時間 阿窮人呢 都是時間很多 但是我個人覺得人生喔 最棒的 最最珍貴的東西呢 就是情 跟時間 情呢 就是所謂的親情友情愛情嘛 就是很多不同的情 我們在走這個人生這一招的時候 我們會累積很多的情 可能認識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交過一些蠻難忘的戀愛 或者是呢有一些很棒的家人 我覺得這些情呢都是蠻富有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時間 因為看了很多朋友辛苦在賺錢 然後呢忙了那麼一大招 到最後呢也沒有時間花錢 其實蠻可憐的 阿不然就是 我覺得時間多的朋友呢 真的就是懶惰 就是你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真的會分配時間的話 你會覺得喔 時間其實蠻珍貴的 因為每天都在流逝 像我剛剛經過我們這邊的路啊 我就看到 我們的夜市又來了 預警每個禮拜三都會有夜市 不是前一陣子才剛有夜市嗎 原來已經默默的又過了一個禮拜 其實時間真的很快 不等人的 不知不覺呢 又過了一個禮拜 又看到我們預警的夜市了 所以呢 我是覺得啦 很多時候再努力工作 你還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好好的放鬆 好好的休息 阿但是如果你是那種時間很多的朋友呢 你要檢討一下 因為呢 畢竟每個人都是24個小時 所以別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你為什麼時間那麼多 要嘛就是你 你家剩很多財產什麼 多多不放棄 還在找石頭 我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不要跟他對上眼 所以我覺得啊 時間真的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啦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 阿網說喔 每天都在努力的賺錢啊 什麼之類的 有目標是好事啦 但是適時的休息呢 有的時候蹲下來 是為了要跳更高嘛 所以好好的 好好的讓自己呢 給自己一點時間 去過自己的人生 這樣我覺得蠻棒的 但是時間多的喔 真的就 就不是很好 太大顆啦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把它放在樹上 我們不要讓那個 多多咬到 放著 OK好 怎樣 拜託最帥的發條哥怎樣 你要拜託我什麼事情 我看到不得不割 不得不割 之前我在那邊留言 大家很期待不得不割的影片 但是呢 他的影片呢 他的頻道是 是屬於半年更的類型喔 就半年出一支影片的那種 其實算是很佛系啦 他希望他今年呢 是可以 可以 影片可以多一點 不然的話呢 我們有的時候 平常都不知道要看什麼 沒有啦 我不要跟你玩石頭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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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啦 真的 我覺得時間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功課之一 時間分配好呢 你人生就會過得比別人精彩 也不要說真的把所有的時間都擠在工作啦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不是很好 我認識很多的工程師朋友 他們可能都當上主管了 然後呢 那個 當上主管以後呢 聽他們老婆的講法 每天回家就是睡覺 阿然後 沒看到人就是在工作 阿就是 一直爆肝的在賺錢 阿然後也沒有時間 陪老婆小孩 阿就是一直在賺錢 然後工作壓力又大 阿這種東西呢 其實 就是這樣子嘛 你 你付出的太多 其實很多時候 然後你自己的身體跟你選擇的家庭呢 其實很難回收回來 我反而有的時候會羨慕一些比較正常的 就是雖然賺的不多 但是 起碼呢你老婆家庭都有顧到 然後呢自己的生活品質也都OK 那我覺得就很棒了 說真的錢這種東西呢 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東西 它或許可以讓你的生活品質過得很好 你可以吃一顆好幾萬的牛排 你可以去買一台遊艇 買一台跑車 然後住個豪宅 但是呢你 就算你 你花再多 錢在這上面 你沒有時間享受 你還是不斷的在賺錢 不斷的在工作 然後呢沒有時間去 去分配好自己 該過的生活 那我覺得有錢也 並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事情呢 雖然有人講說錢可以解決的事情 都是簡單的事情 但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錢才是最廉價的 雖然我們大家都在努力賺錢 不過呢我覺得 某一些東西呢 比如說家庭 或者是你的一些朋友 一些情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錢賺不到的東西 錢沒有辦法去解決的事情 這個部分呢它反而更無價 跟時間一樣 所以 我是很建議大家 很多時候不要那麼快 不要那麼急 慢慢的走 就是像我們在鄉下這樣子 我們有沒有 我們平常 像現在也沒有客人啊 也沒有什麼生意 但是呢 日子過得去 也不會餓死 我們每天也是這樣慢慢走 然後 這些小朋友都有顧到 老婆小孩也有顧到 爸爸媽媽也有顧到 這樣子我們就很開心了 就覺得我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我們有時間 我們呢也有情 這樣子就夠了 你說真的 每個人都有目標嘛 想要賺大錢 然後呢 過好一點 這個是在所難免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想法 但是呢 在付出這個目標之前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時間分配還是很重要 不要把寶貴的時間全部都丟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雞蛋不要放同一個籃子 就是這個意思 好好的去享受自己該享受的部分 而不是一直要努力的去 去那種 去完成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鄉下很多老人是這樣啊 窮級一生都在工作 到老的時候呢 你存的錢並不是出國玩 因為沒有體力了 然後呢身體也不好了 所以老的時候呢 你一輩子工作的錢都是拿來看醫生 真的非常的可惜啊 我們台灣的部分跟老外不大一樣 像美國他們其實看醫生很貴啊 所以他們比較對運動呢 跟健身這種東西呢 會比較普遍 因為對他們來講 運動就是最好的保養 我們這邊呢 其實很多人就是 每天都是加班工作 然後努力工作 想要存錢賺錢 買房子房貸車貸一大堆 就是 就 等到你存的夠錢呢 你身體也差不多壞掉了 所以偶爾適時呢 有的時候橡皮筋拉太緊 很容易會斷掉 偶爾還是要伸展一下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 不得不得 就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直接來預警買房子了 我們預警現在建案非常的多 你就買在這邊 每天煮東西給我們吃就好了 那我們就一起慢活 每天在這邊散步 然後呢 天氣好的時候呢 一起自己推輪椅 我們還有能力 自己推輪椅出來 曬太陽 喔 就是一種DIY式的 日照中心 自己出來曬太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 稍微聊到這邊 我們 差不多要帶他們回家了 我現在比較少喝酒啦 對啦 因为我觉得喝酒之前 以前年轻到现在 喝酒是一个坏习惯 然后当然现在还是会喝 但是不是像以前那种酗酒 每天就是要喝几杯 没有喝好像睡不着觉 现在反而还比较少 现在因为有小孩了 其实有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说 喝酒是很必要的事情 当然有的时候开心 朋友来聚会 我们去吃饭或什么之类的 偶尔喝一两杯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现在反而平日 比较少喝酒了 我觉得也好 就是这种习惯 慢慢的去把它改正过来 也很好 就是身体也比较健康 然后同样也比较心情 清醒的时候 可以做事情 学习的效率会比较高 不然以前喝忙了 不知道要干嘛 就睡觉好了 不然就是在那边 一直在重复的 看一些有的没的 一些以前的东西 或者是在什么 学习效率就很差 所以后来 我就现在就比较少喝 当然也是身体要调整好了 因为有点想要生第二胎 只要是因为这样子 希望Happy呢 再多一个弟弟或妹妹 这样子家里面 会比较热闹一点 OK好啦 那今天就稍微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周三愉快 拜拜 拜拜